警方攻堅诈骗集团 这批人说在台湾 却是讲日语专骗日本人的坏小子哦 他们前年8月 骗走一名日本女老师台币约1584万元后 再派台湾车手赴日提款 被日本警察抓到 我国获得情治后 台中地监署扩大侦办 一举申请诈骗首脑 结果发现集团除了有台湾人 连日本黑帮驻集会 三口族也出之当金族 而且车手被捕后 他们还改行诈骗中国人 最后七名嫌犯全被积压 起诉加重诈欺等罪 期间检察官还找到 被骗一千多万的日本女子 请她来台坐证两次 并让朱信首脑掏出300万元调解 日本女子拿到这笔钱 感激写下亲笔信 谢谢检察官的努力 但也因被骗怕了 直接抱着这叠现金搭击回日本 所以说诈骗集团真的很可恶耶 苹果欢庆15周年 送你百元7米震 再抽10万现金大奖 还有2018世纪冠军赛门票 现在就下载台湾苹果日报APP 更好看